这个女人可太猛了 面对接下来的大佬攻击 女人毫不畏惧 女人名叫艾琳 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女孩 但她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五岁时 她被一伙青少年绑架 一绑就是十五年 在此期间 她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 这段经历 也激发出她无尽的潜能 艾琳为了逃出噩梦 她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杀掉了绑架自己的人 自从杀了人 艾琳内心的恶魔被激活 为了压制她 艾琳不得不服用精神药物 就在病情有所好准 生活进入正轨时 新的危机悄然出现 这天 艾琳与认识了三年的男朋友吉米 前往她家庄园度假 艾琳是在网络上 认识的吉米 两人情投意合 坠入爱海 所以面对吉米的邀请 艾琳欣然答应 可直到出发前 艾琳才知道 这次庄园聚会 还有吉米的哥哥 以及她的女朋友 跟吉米的姐姐 艾琳得知此消息 脸上充满不悦 本来她就不想见生人 眼下又这么多人 吉米看到艾琳的反常 主动上前进行安抚 在吉米动之以情 小只以理的述说下 艾琳情绪稳定下来 坐上了前往庄园的汽车 途中吉米突然刹车 艾琳看到前方躺着一个人 艾琳上前查看 发现是一个女孩 忽然对方睁开眼 艾琳条件反射 给了对方一拳 她还想继续攻击 吉米从一旁冲来 将艾琳紧紧抱住 换回了她的理智 事后艾琳才知道 地上躺着的女孩小美 其实是吉米哥哥的女友 而这一切 都是小美两人搞的恶作剧 在解除误会后 当天晚上 艾琳主动向小美道歉 小美一直盯着艾琳 总是感觉她似曾相识 艾琳表示 自己是大众脸 小美没有继续追问 这一晚平安度过后 第二天一早 四人乘坐汽车 继续赶往庄园 经过一上午的跋涉 艾琳四人抵达庄园 艾琳和小美在这里 见到了庄园管家 以及吉米的母亲 对方一头金发 脸上却透露着诡异的笑容 管家看艾琳两人的样子 慎得慌 感觉这里不简单 随后 吉米两人将艾琳跟小美 送进同一个房间休息 小美在这里认出 艾琳就是那个 被绑架15年的女孩 艾琳并不承认 另一边 庄园附近的森林中 一位国外富豪 正在这里狩猎 只不过他的猎物有些特殊 居然是人命 男人被绑在远处 富豪举起手中狙击枪 第一发子弹打偏 他重新调整瞄准镜 第二发 精准命中猎物左肩 富豪再次举枪 目标锁定在男人手腕上 没曾想 子弹意外打偏 击中男人手上绳子 男人趁机挣脱束缚 回头朝着森林深处奔逃 富豪来得兴趣 立马举枪追了上去 富豪根据血迹 追到一群箭筑内 猎物试图进行偷袭 富豪及时反应过来 用手臂挡住攻击 一把将男人推出去 富豪跟他拉开身位 接着找机会回击 将猎物制服后 从身后掏出军刀 将男人割吼 富豪来这里 一是为了真人狩猎 二是 想从吉米姐姐 马莎手中 购买一种特殊血液 而马莎是个狠角色 她是整个家族的掌舵人 其实从这里不难看出 爱玲跟小美成了猎物 吉米跟她哥哥的任务 便是从世界各地 诱骗各种女孩 到这里来取血 必要时 他们还会成为 富人们的玩物 此时的爱玲两人 对此还浑然不知 并不知道自己 掉入陷阱中 而首先发现 不对劲的还是小美 这晚 她在洗澡途中 感觉背后有人 伸出双手 对她进行触摸 最开始小美以为 是自己的男友 但随着这双手 开始拽她头发 小美才感觉到不对劲 回头发现 竟是男友的母亲 她正一脸诡异地看着自己 小美感觉到一阵后怕 随后 在晚宴期间 小美悄悄告诉爱玲 这个家有些奇怪 可此时的爱玲 并没有在意小美的话 两人来到餐桌上 管家给两人倒了一杯 红色液体的饮料 他们没有多想 举杯喝了下去 但刚喝完 爱玲觉得不对劲 开始头晕脑胀 小美也有同样感受 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时 已经为时已晚 不知过去多久 爱玲从昏迷中醒来 她双手被绑在椅子上 小美则在对面 被吉米两人控制住 吉米哥哥大壮 正从小美身上取血 为了确保取到非常新鲜的血液 大壮一直让小美保持清醒 同时她这么做 还是因为想要提取 有肾上腺素的血液 这种血液能让人兴奋 以及获得强大的力量 近些年来 这种血液受到追捧 事情发展到这里 爱玲也认清吉米的丑恶嘴脸 与此同时 玛莎从实验室回到庄园 她督促母亲 尽快将富豪所需要的血液背弃 完成交易 吉米见小美要晕过去 急忙跑过去将她唤醒 大壮起身离开地下室 回到母亲身边 爱玲趁此机会 心中小宇宙爆发 一把挣脱束缚 重拳出击猛K吉米 后者一时没反应过来 被爱玲一顿猛揍 爱玲坐到吉米身上 将她活活打晕过去 爱玲救下小美 带着她逃跑 试图逃出这个恶魔之地 玛莎见到富豪 准备进行交易 玛莎母亲让大壮 去看看血液情况 大壮来到地下室 看到吉米躺在地上 女孩们不见了 随即开始四处寻找 正好与爱玲狭路相逢 爱玲没有惯她毛病 直接重拳出击 大壮根本不是对手 她掏出军刀还击 爱玲侧身躲避 找机会打掉其军刀 两人再度扭打在一起 大壮实力明显优于爱玲 但还是因为大意 被爱玲抹了脖子逃走 玛莉这边得知 大壮死亡 爱玲两人逃走后 顿时怒不可遏 眼看这种情况 她为了稳住富豪 马杀放出几个人 继续供富豪猎杀玩耍 自己则带人去抓爱玲 而此刻 爱玲带着小美 躲进了周围一户人家里 可惜这里的男主人 跟吉米是一伙的 爱玲将其控制住 一顿重拳出击后 男主人才老实下来 爱玲从她口中 逼问出急救箱的位置 帮小美包扎伤口 接下来 爱玲开始思考 如何逃出这里 就在这时 男主人的对讲机响起 是同伴招呼她 寻找爱玲两人下落的消息 事已至此 爱玲明白他们暴露了 只有逃跑才有一线生机 爱玲从房间里出来 不巧遇到马莎 她死死揪住爱玲衣领 将其重重甩了过去 爱玲试图进行反击 却被马莎当场打晕过去 不久 小美被吉米挟持带了出来 就这样 两人又被抓住 事后 管家调查了爱玲的身份 得知了她的情况 管家责怪吉米 得罪错了人 将整个庄园 置于危险之中 吉米对此也是一脸无辜 她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要是知道这种情况 吉米说什么也不会带她回来 不过爱玲的情况 却也有个好处 她血液中的肾上腺素 特别的旺盛 甚至数量是惊人的 马莎让医生 提取一部分出来 她刚想品尝一下 医生将其拦住 爱玲的血液 如果不经过处理 贸然喝下可能会致命 马莎犹豫了 其实像爱玲这种 好的血缘体 理应将其好好留住 但马莎剑走偏锋 非要玩什么猎杀游戏 想要折磨爱玲 于是她将爱玲两人 带到森林中 自己则跟富豪等人 准备对他们进行猎杀 爱玲跟小美跑进森林中 开始找地方躲藏 爱玲爬到高处 观察周围情况 以及寻找小美的位置 这时 爱玲注意到 远处有人出现 她快速朝着小美方向跑去 富豪发现她的行踪 举起了手中枪 爱玲受到枪击 躲在铁桶后不敢露头 爱玲趁着富豪走神的功夫 躲到另一个铁桶后 一轮轮射击完毕 富豪子弹打光 掏出了手枪 咱也不知道富豪看见人没有 反正朝前疯狂倾泻子弹 等子弹打光的那一刻 爱玲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从铁桶后面走了出来 她来到富豪面前 两人开启了肉搏战 爱玲一招蝎子摆尾 将富豪击倒 她走上前 勒住富豪的伯格 从背后送她归系 之后 爱玲开始搞偷袭 解决马杀阵营里的人 小美这里在逃跑途中 被管家盯上 她快步跑进建筑物里 管家尾随而至 没想到 她走进去 小美却不见了 管家掏出手枪寻找 突然小美从背后杀出 用弩箭刺入管家搏梗 一瞬间管家鲜血直流 小美没有心思手软 拿起棍子将管家敲死 爱玲这边的战斗还在继续 她疯狂解决着马杀的不祥 手枪子弹打光 她快速换弹 灭掉远处的敌人 后者举起手中枪 准备送小美最后一程 怎料 枪中没了子弹 吉米缓步上前 准备动用武力解决掉小美 后者试图反抗 可惜她并不是对手 关键时刻 爱玲及时赶到 从背后击倒吉米 后者爬起身反抗 爱玲完全没把她放在眼中 一套小连招 吉米手臂被折断 吉米见自己不是对手 连忙进行求饶 爱玲没有给她机会 一招猴子掏心 宋奇领了盒饭 战胜吉米后 小美从一旁跑出来庆祝 结果下一秒 玛莎冲出来 开枪射穿了小美 小美的死亡 激发出爱玲的斗志 她走到玛莎面前 两人展开肉搏战 最开始 爱玲并不是玛莎对手 被她重重地击倒在地 爱玲重新站起来进行反抗 结果再次被击倒 玛莎一拳打中爱玲面门 各种暴摔动作都用了出来 玛莎骑上爱玲 不停挥舞拳头 爱玲找机会挣脱束缚 一脚踹开玛莎 两人回到同一起跑线 继续进行缠斗 玛莎从背后勒住爱玲的脖梗 后者挣脱束缚 一招野牛冲撞 撞翻玛莎 玛莎咬住爱玲手臂 吸食了一口鲜血 没想到 身体受不了爱玲体内的肾上腺素 当场晕死了过去 没错 大反派玛莎就这么死了 影片最后 爱玲捡起地上手枪 击毙了吉米的母亲 开车逃离了庄园 不管是剧情还是拍摄上 都没有什么亮点 整体片弱 不值得大家浪费时间去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